看看武功山上面的风到底有多大 这个风也太强劲了吧 近日武汉的天空呢 又黑云压城 大暴雨又要来了 有武汉的网友呢 拍到了在武汉汉阳土同一带 昨晚的暴雨墙对有天气还没有平息多久 今天呢又被新的强将水云潮营造着 武汉的天空白昼如黑夜 现在这个武汉的天空也是这个无垠笼罩 大暴雨又要来了 从飞机上面可以看到武汉上空呢 有个蕊椅云潮营造着 还有电闪蕊铭的 而在前几天呢 这个武汉又爆发了这个龙减风 在5月14日晚20分左右 在5月14日晚20时39分左右 武汉市的菜店期呢 千子山一带呢 突发了九级的龙减风 风速为23.9米每秒 并伴有一阵大风 冰雹雹等强逗的天气 部分的村庄呢 有房屋受损 大量的树木折断 部分的工棚倒塌 武汉市呢 第一时间组织救援 现在呢 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 收集工作基本结束 据统计呢 有3568人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呢 有1197人 倒塌的房屋呢 有28户 86间 受龙减风严重影响 损费的房屋有 130户 400间 据武汉气象部门的医报呢 近日武汉市区局部含有 50毫米以上的强量水 并搬有雷电 震风 7-9斤 强降水难 容易引发山洪 中小河流洪水 气象风险比较高 在此也提醒 当地群住人 要做好防灾避灾的工作 提前防范 注意安全 近日中国 11个省市区呢 又出现了大大暴雨 比如江西出现了10级的雷暴大风 上海部分地区呢 下起了冰雹 还有14级的大风突袭贵州开阳 5月份 已经连续13天下了冰雹 5月15日 贵阳市开阳县 气象局消息 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 开阳县北部的宅机箱 19时21分出现了最大风速 44.5米每秒的14级大风天气 目前的机体灾情相关正在调查处置中 5月15日 贵州省气象台发布了雷雨 冰雹 大风 和暴雨的一暴 贵州进入午夜分来 已经联系13天降冰雹 为历史同期最多的冰雹天气 雷雨 冰雹 短时的强带水等强对流天气 或将持续 贵州省的气象部门表示 将继续加强监测和正宫的消冰雹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们要及时 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 注意防范、注意安全 在5月16日至20日46分 将继长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城市的异景 多地出现了雷暴降雨天气 而在九江市内的道路水流传及 有道路积水非常的严重 然后行人和小汽水都艰难在水中缓慢的前景 他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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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不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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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牵着到这水啊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 还有小汽车在洪水之中被困 有司机开的小汽车就泡在洪水之中了 至于江西省气象台最新的消息 极地含有短时的强量水冰雹等强确的天气 提醒当地的市民呢要注意防范 注意安全 五月十五日二十一时 即江西省九江市气象的消息 九江市公安迪外的地段出现了积水 一季城西呢 仍然有大到暴雨 并伴有短时的强量水 这样一样呢 是四十到六十毫米 受起影响呢 部分的地段 会出现这个积水内浪 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而在上海五月十四日晚 上海的部分地区呢 就下起了冰雹 上海气象台呢 就发布了 部分地区有冰雹长色的疫景信号 并且 上海全市怪有雷电黄色的疫景 大风黄色的疫景 还有暴雨蓝色的疫景 五月十五日 安徽到安庆 狂风大作暴雨清盆 当地气候部门的监测显示 安徽安庆十六至实际时呢 局地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三十毫米以上 并搬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在此提醒 在户外活动的这个人员呢 应该到最近的这个安全室内 进行躲避雷大风 五月十五日二十一时 河南省易阳澄清出现了强队的天气 狂风暴雨 电闪零零零零 南地气候部门监测的数据显示 叶阳出现了十二几个大风 湖南省气候台提示 相关的部门应该加强防范 提醒群众注意防范 十五日夜间 包括叶阳 湘西州 常德 易阳 长沙 在内的湘北多地出现了强队流天气 在夜阳城区 大湖呢 将大树连根拔起 部分停靠在路边的车辆被倒塌的大树砸坏 五月十五日 四川的达州 大树县突遭暴雨袭击 多地呢 有人被困 大树县当地的销魂大队呢 就紧急出动就营 成功营救出 并转移被困的群众二十多名 五月十五日上午呢 一场暴雨一样 白北 恒大民族小七 积雪严重 又一次进入了看海模式 该小七的夜主称 这感觉是买了一个海景房啊 暴雨过后呢 到处都是积雪 又可以看海 而在贵族的碧劫市 最近也是遭受了暴雨的袭击 暴雨过后呢 多地引发了洪涝灾害 导致有车辆在洪水之中 被困受烟 当地的小魂鱼也是紧急出动 从夜兼至白天开展救援工作 当地的小魂鱼利用皮划艇 兼备的方式 暗情转移出二百多名被困的原因 军事南方多地的强降雨 对于强队的天气频发 西向部门就提示呢 强队的天气出现的时候 相关的部门呢 应该积极防御大风 以及强队的天气 对于人身安全交通运输 户外作业 以及营业生产等不利的影响 此外呢 大风天气很有可能引发高风坠务 等刺身灾害 司机朋友在路边停车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 不要紧靠大树 其他呢也要注意防范大风 所导致的树木的断落 广告牌的杂漏等等 在此也建议遇到强队的天气的时候呢 公众呢应该尽量减少外出 积极关注 最近的天气预报和疫情 一定要做好防范 注意安全 午夜十五日 出口暴雨过后呢 当地也是激水非常严重 这个电动车呢 这个涉水而行 健全高高的这个浪花 狂风暴雨过后呢 路上的这个激水也是非常多 看到有不少这个小汽车呢 涉水而行 在此也提醒大家 遇到暴雨风水发生的时候呢 海车外车一定要谨慎的情形 遇到有积水的地方呢 一定要小心驾驶 不要冒人的情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哦 近期呢 南方多地的强陷也还是比较平凡的 一定要警惕山洪 滑波 黎石榴等自身灾害 遇到流雨天气的时候呢 尽快到安全的室内进行躲避 不要在户外进行坐里 当地的警察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 和强队的天气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一定要防范 持续的强降雨 有可能演发的洪水爆发 还有泥石流的刺身灾害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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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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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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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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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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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